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午节目 上午港股表现有收窄度的跌幅 随着A股方面 但又不是能够收复 上证方面现在跌5点 报2660点 恒生指数今天跌500多点之后 现在跌幅收窄了 跌430点 现在报26825点 上证其实是很吸力的 现在这些位置上升 做好一点 因为今天开是很奇怪 开是平开的 2666 曾经探过底 2627 即是39点 然后现在想去开是位 有个关键位置 10天 20天 50天线 全部聚会 大概在2640至2650左右 似乎还可以失而复得所有军线 这是双证的行情 恒生指数低位 如果教大家看745 即是低位反弹了 约莫80点附近 但未能完全收复 还记得上次经常跟大家讲 11月13日和21日 我们冒住隔夜美股急跌 我们都可以到升 其实当日都是下午才做事 所以我们还可以抱一个信念 但当然不是叫大家很乐观积极地追货 好 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打来我们的热线31083399 和我们谈谈 好 谈谈一下 谈谈你们手上的股份 要不要减少一点 现在想和大家看看 有一只跌得多的 就是北京汽车 现在就不在榜上 刚才也在成交榜上 1958 1958北京汽车 现在跌9%,现价是4.5% 北京汽车为什么跌呢 就是因为外电就指 戴姆纳有意真识 和北京汽车合资的公司 北京奔驰 计划想将现在持股量的49% 提升至至少65% 但内地媒体有报道 北京汽车否认了这件事 戴姆纳方面未有明确回应 有还是没有 但北京汽车说 现在双方的合作关系很满意 会一如既往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但北京汽车也跌 一度有跌超过12% 一度有跌12% 是 你想问好不好 是的 因为今天汽车股的板块整体都一般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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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为要审慎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是很似曾相识的 北京汽车和Benz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华晨和宝马 是 其实同样的事件 真的已经发生过 在10月中前期 在华晨身上 先不要看 现在的 叫做Benz 先看看华晨 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时候 就是10月 那个叫做 这个列口 对了 没错 就是12号 12号 当时也是 那个叫做 宝马 就想增持合营持股 市场作为负面消息去看待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 本身作为一个 50 50 或者49 或者JV 一个合营公司 你现在华晨 就是当日的华晨 要放弃多一些股权 来给宝马 即是说将来呢 其实老实 谁会喜欢华晨 因为他喜欢他的宝马 如果宝马将来好迈 都不关他事 或者关少些事 分成会少些的话 其实是一个利淡 你说 为什么他会制的 这个呢 就深奥了 这个是阿爷叫的 因为阿爷不是经常说 他不打贸易战 和不断开放不同的行业 准许外资 增持持股 这些就是措施了 所以 你问为什么这么笨 就是因为阿爷叫的 所以硬吃 将来潜在的利润分成都会减少了 从华晨的例子 你就会见到 当日一开的时候 列口已经是8.88 到现在的股份 都是6.88 即是说 足足再没有多了两成 事实上 走势上面 一直都没有气息 可能关于市事 可能关于车股事 最近又说 美国汽车进口 又会零关税 是的 所以 我想同样的事情 你大概类比 在今天的北京汽车上 应该可疑 我是怕它一沉不起 是的 不过它没有说 华晨那次是一个确实的消息 就真的列口 这个就未至于这么严重 因为今次就是传 而北汽方面也否认 不过整体汽车 今天都一样 而吉利跌了3.6% 比亚迪跌2.7% 华晨都跌4.7% 因为之前白宫的经济顾问 库德洛就说 那些就确认了 是的 会减低或者撤销外地进口 国内的汽车关税 所以汽车版块整体都不一样 没错 其实这两天开始一路传出 从Twitter 就是Trump的Twitter 或者是从不同的媒体报道 其实如果细着 中美两国的元首午晚餐上面 其实呢 中国是放弃了很多东西 当然有些报道说 原来它是 叫做 叫做 叫做什么 屈服 或者叫做 爽权欲国 就夸张了 但是情况呢 原来呢 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购买农产品 包括降低进口 美国车关税 甚至乎取消 包括很多地方 其实呢 原来做了很多的让步 这里呢 就并不能够 纯粹说 只是关注有90日 或者怎么样 原来已经有很多东西 跪低了 所以呢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板块 会是比较舒服 汽车板块 就算没有这些JV相关的消息 也好 车股都是走弱的 嗯 即是 来到其实应该都会继续磋商 看到特朗普今早的Twitter 都说要是一个 real的 有中国的让步 是 没错 所以其实未来都应该还会有一些 可能今个月 因为今个月中呢 就会谈的 其实留学就会过去 那所以其实 可能都要看看那个 12至15号的消息 没错 那要特别关注究竟 就是 留学过到去 究竟会不会有些什么落实 或者好像就这几天这样 看到可能进一步的 一些 一些 一些让步 不过呢 我觉得呢 有一个指标 都还是可以继续给大家看着的 就是那个人民币方面 嗯 究竟 所谓的暂时缓解 究竟对人民币方面 有没有进一步利好呢 今天是没有的 今天呢 人民币呢 都持续地做回落的 现在的利岸价是6.8664 今天最高位呢 当时就是6.843 其实呢 都约莫回回到240个点子 比起今早 大家就自己留意着 这方面就 都限制了大市的气氛 看到我们刚才说 车股板快到弱了 看到Bowie就问了 175是否要立即离场呢 现在跌3.6% 现价15.16 如果175呢 似乎都真是 过去几次跟大家说 它都浪费了弹量 嗯 尤其是有条100天线呢 现在画面上未必展示 是 当时是顶住了 11月份的反弹位置 嗯 今次这两次呢 就没有顶住 但是两次都是得而伏失 两天都 那条线呢 大概就是这样连了过去的 嗯 那变成了呢 似乎都是一个弱势在这里 你说是否真的要清啊 那当然啦 看下你自己的容忍限度去到哪里 那我认为呢 嗯 你要拼它升呢 其实就难的了 是 连市最快那一层它都不升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说 哎呀我 我心不死的 但是它横行呢 那重仓其实是14.8的 嗯 所以如果14.8不失呢 都可以先继续的 嗯 但是就不要加盟买了 嗯 好 那我们也看看其他一些活跃成交股份的表现 刚才我看到2382跌6了 嗯 是啊 跌多了 因为今天呢 叫做低开之后再低走 今早好像都数过一下它 是 就现在是年10天 20天 50天线三条都要再失 嗯 嗯 那图表上都恶劣啊 现在 其实也是的 这些浪呢 首先它没有明显地受惠 什么中美贸戰 什么和解那些情况 嗯 它就没有那么平盖 所以这两天呢 嗯 那只瑞星呢 还好少少 但是都是那些叫做五十步笑百步 是 因为今天瑞星跌3.2 而这只信羽就跌6.4 刚刚double 是 那就是信羽弱势 嗯 这些浪这两只似乎都 如果用来搏反弹 都是失策 都小心了 那如果有的 会不会要走 还是可以多看一会儿呢 是 信羽呢 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重仓位置 是 都近的了 是 特别去留意一下 大概是74元 是 74元的位置 那不希望穿这些位置 嗯 其实看看后市 如果后市再跌一天半天的话 这只股都应该穿74元 那就是 到时再提防 今天就记住 失了三条线 其实 我想5050之中 都是偏淡的最多 嗯 好 那现在呢 恒生指数差不多 中五收的时候 就是跌428点 报26832点 是 又尽管用了最后这半分钟 我就和大家说一下 是 那就 看到呢 今早恒生指数 其实都曾经一度 就上市了一点 但是最高位呢 就26,914 嗯 似乎受制在我所说的269 这位置呢 是一个上午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当然下午都还有机的 之前那两次都是下午 就飙升上去 嗯 但是我都打定输数的 是 因为始终 外围方面 其实急插得挺重要的 就是任足 嗯 那就很可能呢 在挨近26,900这些水平呢 就要减了一半仓的 那变了过去呢 好像 比亚迪电子啊 金斯瑞啊 中银香港啊 甚至乎 银鱼啊 这些 我都是叫大家 入了两柱的呢 可能就要套利一柱了 套利的意思就是可能 等下午都进一步 確认了 那两万六千九呢 都是不行啊 都是提不到的话呢 那套利一半 那很多股份呢 都是在 中美贸易会谈之前 和大家入的 那应该就会有些 profit 落到袋的 剩下一半 就再看看市场明天怎样 嗯 好 那我们呢 就现在先去广告啦 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打来我们的二线31083399 我们稍后回来 都会回答大家 网上的问题 欢迎回来节目时间 恒生指数 现在中午是收报 26,840点 跌了420点 成交金额是465亿 是啊 走势方面就有收窄 再一次就确认 但是就似乎就没有那种力度 嗯 不过这样说 上证就差5点呢 是 就是有机会去倒升 其实它整体都是一个叫做低开 保持着高走 没有什么震荡 骗你啊 它保持着盡力的了 嗯 成交方面 465亿就中规中矩了 看看下 就会不会受着上证所带动 可以走回好一点点 嗯 好那我们就回答一下网上的问题了 现在 先听个电话吧 好啊好啊 先听个电话 电话都打到 找到中小姐一起回答问题 是 中小姐早晨 你好 中小姐 中小姐 怎样啊 先问700 是 现在跌2.3% 是 320.6 嗯 其实就 昨天就 臨尾冲高 其实这些价钱 昨天都触碰过了 三百二边这些位置 嗯 我会说 就算你分阶段 即是如果有货的朋友 分阶段吃都好 我觉得就 尽量都会贴半的 嗯 我有丁市那么多憧憬 即是其实我和大市的看法一样 是 我今天的看法 中小姐在这个群组里 都知道我搞什么 就猜 take profit的东西 永远没有错的 只有赚少了 但是情况就是 在于 你的市 今天我怕它 就弹不像 13、21号那种导星 嗯 还有昨晚 美国又阴得太紧要 那当然 纳紫科技股 就特别仰衰 嗯 那变了呢 我会比较关注少少少 就是上周四的位 那真是齐头三百二 那你都知道 我从来三零八三百二 就是三零八三二零 就是关注位 嗯 所以我会说 这些位呢 它胜在今天 都是叫做低开 稍微高走少少 嗯 那我就认为呢 就三零八三二零 你可以考虑吃些 但是不吃完 就是了 我会这样做 我第一柱已经吃了 是不是啊 几早肚吃啊 我今早三一百买回去的 我三二三 就是最高位 我就吃了 但本身有一柱 就在差不多现价 贵少少 是 我三百二十二元买的 那昨天我没有吃的 但是今早追的那个 今早都五元啊 是啊 总之盖过了 现在这些楼都去标 我试试是对不对 我吃了第一柱 我吃了一个今早自己买过去的 那麽OK啊 如果吃了第一次 已经曾经有钱 我袋的话 我就会倾向继续的 因为再给你多一个因素 你去参考 就是今晚没有美股的 嗯 那如果没有美股的话 就是AH自由行 跟着A股 那A股 以今日的走势 应该都还站得稳定 均线呢 就给多行指 可能看测试多一天 能否站到269 站到269 我很多东西都不担心 站不到 我就会关注多一点 我觉得上证是想转绿灯 想 好有力啊 他上午没有说 即是彈一彈 再插深一点再彈的 他基本上是 保持着一条斜线上去的 那现在这样的风向和风速 应该是会下午转绿灯的 嗯 那 是啊 看看吧 但我打算是 都是到差不多 因为昨天 昨天也是贪心 也是贪心 昨天也是最后那下 竞价才327 没得好说 都吃不到的 那些牛油没得竞的 如果他不是 如果他不是 昨天美股插得这么浸 今天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平稳向好的 昨天一个大猿仔 操上去 我想说 坦白说 我那些领军股份 其实都是一二 跌 很恐怖的 很担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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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说 刚才北戏 另计 信誉 另计 都没有些东西跌3 4 4 5个百分点 是 你还记得上周四 上周四 林聪景的中美贸易会 上周四 高开269 插到265 264 那些位置 那天我们的仓 每天都跌5 6 7个百分点 是啊 那次是 那好像不同 今天好像没有弱 是 我觉得市有力去的 不过你 撞对七百多 真的挺恐怖的 其实 都是的 都是的 你无端撞对七百多 你今天回来 回来 四百多 我希望梳叔 二百多 三百 给点面 我觉得OK 不过这么说 我今天为什么会审慎呢 港股其实是OK的 以恒指以过股的走势 阴阳烛各样东西 应该说阳烛吧 其实我都觉得 没有什么大问题 成交没有特别显著 沽压不是沽到爆 没有什么股份要跌半成 唯一是 当我看到美股的阴烛 又真是长到 很简单 事实胜于雄便 一看一幅图 就令人感觉到 是有少少 令人感觉到 很有戒心的 因为 就以道指为例 道指 过去已经 连续两次 今次第三次 开了这么大的阴烛 你看看之前的阴烛 这么大的阴烛 会是如何 你就会觉得 哇 那又真是 之前两次大阴 蓝色的 都有个粉红色的 那种调整 昨晚之阴烛 真的很具规模 我只可以说 没得挑剔 阴烛到 阴烛到根本 比之前的两支更大 所以我会记得 所以我会记得 当全世界觉得很平稳的事 就无端弄低 就是一日到刻 都是阿侵 是的 其实是因为他说那几句话 还是因为 你估计的债息 真的开始出现了 问题 怎样都好 我觉得 相辅相成 有人说 其实他都见到 金融市场开始崩 所以 都开始想和解 但你又知道他很硬 Anyway 现在呢 以道指为例 都还有个下降轨道在 所以 我记这件事 你知道有时候 真是的 赞少了 没人怪你 又赞变输 是很吵架的 对 师傅 你今次 一支恩祝你就吃了它 很有效率 尤其是 大哥 那畢竟我们 会谈前进的 那我吃又有何妨呢 即是 止蝎就艰难 止赚 离手就来 不是的 你有钱放下袋 每个人都没问题 哪个位置走都没问题 没错 最怕就是 因为要等待些袋变 升升 慢慢慢慢地 淹下淹下 再一个大棍下来 那我蝎钱走 当然不开心 现在可以的 很有效率 现在可以的 五只六只里面 就算有一只半只 最可能不是金丝碎 是 介乎回家乡 愿不回家乡 但是其他补贴 其实组合的意义就是这样 是 起码就二十七里过瘾 二十七没什么 谁不赚 这样 比亚迪电子那些都ok ok了 要减一半 我还有个心不死 我觉得 其实今天不差 不过我是怕美国佬 没什么意思 最主要今天没有美国休市 其实市应该稳定 我刚才看到 到期都正在升 还有上证我见到想转身 很多理据和恒之跌不下 但最惨不跟上证升不上 不知道为什么 人民币又倒了一点 现在刚刚6.8701了 即是穿卖6.87了 没有的 我觉得真是 容许我加一茂一点 现在很淡我都说了 很淡我都说了 因为 总有些因素 就是美股那里 人民币又不算的 昨天升多了 你今天其实回调都未够 昨天都更高 昨天都更高 即是开市位很多 但是美股那一下就 没有的 真的 减一半了 我的做法就 所有其他人都顺便听完 嗯 那今天有没有什么 没有啦 没有啦 尽管走火 我8.6.8被他卡住了 哈哈 8.6.8 还有盈利者 但被他卡住了 不是很开心 怎么看 你师傅 嗯 没有的 我觉得又是 等啦 现在如果 看条不是这么关事的 五十天线 过往的五十天线 都没有什么 怎么顺着 那今天都站到五十天线 还有 怎么说呢 等就等这两天 我觉得 又不是说真的等得很紧要 强势呢 就难 就 我就会用回8.8.8看的 好像昨天跟你说 我隔一个W 箱底 见颈线 如果现在失回8.8.8 其实就突破失败 那 最老土那句 也是说 如果8.8.8突破失败 下方就不能够穿8元 那就是这么多了 就是又是老土之前说的 哈哈 明白 明白 好 OK 好 就这样 好 好 加油 希望下午大家做好一点 看下午会不会复收集 好 好 大家都找多点 拜拜 拜拜 刚才说减辞了一些领军 我见到 Anthony就问1548 他就 19.94有货 14.94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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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取不到 profit 那好不可以照蝕着走呢 其实 如果你问我 股价今天其实都是中等的 如果你是愿意 又不介意 而是仓位 虚可 什么叫虚可 没有什么是不虚可 意思是心 不会太不舒服 的情况之下 其实等到两天 等到今天明天 我预计美股不搞事 因为 变成了 在这两天 看看可不可以做好一点 即有迹象强一点 你继续可以等回家鄉 如果这两天 都是沉沉的 那我认为 没有的 就是 其实我都是减一半 我不是清晰的 为什么不是清晰的 第一来我觉得仕未玩完 其实真心我觉得 金思瑞不是没得玩的 只不过就是说 如果美股没得玩 你什么股都没得玩 所以我就是减一半 那无论你是赚好 蚀好 平手好 我就是平手的 那就 减一半是为了 一旦美股跌下去 你的股份跌下去的时候 就限制蚀幅 那你如果不想走着 等这两天 嗯 好 那我们就看看其他问题 好 Jojo就问323 他就4.23有货 那我们问一下 前景如何呢 那现在就3.75 4.23三次就 未必真的撞得上去 那就是 因为过去你看到这些浪 就几次9月份那边 9月份当然那时就 有个叫做限铲的传闻 嗯 嗯 那跟手 其实我觉得现在呢 有点像3.85有阻力 是 因为较早之前这些位呢 橫行得出了3.85 这些位 嗯 那我应该去查回这里 这里太离谱 这里不对 嗯 其实真的就是这里 这里 所以我会说 嗯 今天 低开都走起 回到10天 你先保持住 嗯 但是3.85 你要冲穿才有脱险的情况 否则都是要小心 嗯 好 然后呢 Edward就说他1299 昨天呢 66.9毫半入的 指涉价可以设置些什么位置呢 今天呢 特别想highlight 就是65.2的位置呢 需要站 但是未站到 因为65.2 我说了很久 好几个月了 就是一个比较分水嶺的 是 那今天暂时 他又不是跌得多的 但是他始终都阴 是 他跟其他很多蓝手不同 嗯 有个别蓝手 其实都是低开都走 这只是低开低走的 嗯 所以我会说 如果止蝕 譬如看着下方 会不会是 50天线 五十天线 六十三个半 十三个六附近 是 你如果看到线位村就走人了 那现在 今天的话 应该还可以等多一阵 嗯 好 那我们就现在 解答到这里为止 对 到这里为止了 那我们就 下午回来 再看看 和大家看看恒生指数 跌幅会否收集 行愿就会了 嗯 好 那下午3点45分见 拜拜 theories 哈哈 ISE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